好 再來看這次第二名 第二名在上個月在我們合購 有2134人買這個東西 那是人 他後面可能還有別人對不對 對 兩天多組人在團購 嚇死了 要等多久 這個目前大概是要一個月 一個半月 因為他是純手工在做這個東西 各位 袁宵姐才會收到 好 來看一下 這個很多 這個很多 這個是杏仁 脆肉捲跟海苔肉鬆 它這個脆肉捲 它的厚度只有0.1 而且老闆有分享一個故事給我 就是說他們有一年過年 有一個客人訂了100多桶 那他們就趕工 結果小孩子回 辦學回家 他們換去煮晚餐 小朋友一直做 小孩子在後面一直吃 可是就慘量一直坐不出海 一直被吃光了 這真的好薄喔 而且一點都不油耶 像我在外面那個夜市 都有吃過 但是它一般都是比較厚 厚 好好吃喔 吃在宜蘭的 對 宜蘭的 然後宜蘭就會覺得 宜蘭怎麼會送肉捲 因為它當然會送宜蘭餅比較多 一般的都有在賣 像藍牌市場就在賣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薄 而且宜蘭的好處是 宜蘭是黑豬肉的故鄉 這是黑豬肉 還有一個 這個肉鬆 是海苔肉鬆 對 它主要他們 我覺得他們很注重團共美食 一個就是他們食材都用很新鮮的 然後不加的 這肉鬆不得了 很脆喔 對 它這個肉鬆 你可以看到肉的纖維 有沒有 裡面都吃得到 好像配茶 你可以不知不覺 就把一整包都吃光 而且它完全不鹹 它都不鹹耶 你知道嗎 好香喔 好舒服喔 西老師 這個肉鬆怎麼樣 我覺得這肉鬆真的很棒 你看喔 它的含水量不高 它把它炒得很脆 而且不一定要吃越快 我用假料 你假料 假料 我用吃完了耶 好香 好棒喔 所以這去它的門市買得到 不用等網購對不對 門市是買得到的 對啊 我想說一個半月 我要回大陸 應該來不及 可以直接殺去一下嗎 你們大陸人吃不吃肉鬆啊 吃吃吃 而且大陸現在也很流行 就是現炒出來的肉鬆 所以如果送你媽肉鬆 她開心嗎 我媽是回不吃豬 可是我可以送給別的親戚 送我媽好了 我們吃 太棒了這個 太棒了 你看這些都已經這麼好吃 還有一個第一名 還有啊 可是感覺起來好像 那高級食材還沒出來耶 厲害的就對了 對啊 會不會很厲害 很高級 你說很頂級的那種嗎 頂級什麼鮑魚 鮑魚式之類的 一直沒出來 驗蝦來了 驗蝦有可能 驗蝦 頂級 五星級 快點 帝王級 頂級裡驗蝦 你給各位看一下 第二名 愛生嗆 我們要了 快點快點 快點 頂級北海道干貝 我一直聞到那個干貝的味道 真的 這個是義式的網路廚房 他們用干貝 然後黃金蝦 然後辣椒麻油 去炒出來的 它做得非常費工 所以它的生產量 真的非常有限 很有限到什麼程度 就是大概 你現在就知道要排兩三個月了 好 因為它的做真的很費工 那我九月就要開始訂了 對 真的 不是 就是你現在訂 對方要到 真的端午節了 真的端午節了 而且這個主廚他們 它是之前很有經驗在像飯店 五星旅飯店做過二十幾年 然後是為了想要說 讓更多人可以分享到他的美食 像他們也有出年菜 年貨 那常常都是也要很久之前點 結果最受歡迎是一個XO醬 對 因為你知道好多人現在出來自己 做網路商店 就是賣XO醬 對 好像家家戶戶都有一個 獨門配方的XO醬 沒錯 所以競爭很激烈 對 我先試一小口看看好 它的不同在哪裡啊 慶容姐 新鮮 配料 新鮮嗎 你說干貝嗎 它好像還在帶了蝦的提味 對 它的蒜頭跟辣椒的感覺 跟一般的又不太一樣 不過我覺得比較台 我們以前比較台 不是港式的 因為我其實港式吃很多 港式也有很好吃的 可是我自己覺得它比較台 這可能要請妍希老師來評鑑一下 聽說有一些搭配的方法是不是 因為其實XO醬 就是現在在台灣 大家都很喜歡 那在台灣大家喜歡把那個XO醬裡面的蒜味 做得還滿重的 那但是我自己是覺得說 因為如果你不是把它當辣椒醬 醬料來吃的話 蒜味很重也有它的優點 它拿來搭配其他的菜式 我覺得很方便 所以香港來說 這樣比較那個蒜味比較低對不對 我覺得整體來說 他們的干貝的味道會比較重 更重 海鮮的味道更重 對 還有它這個辣椒 好新鮮的感覺 真的 我怎麼感覺你拿到 因為一般我們看XO醬 不是這個顏色 很油 很油 它沒有油油 這個乾乾的 所以這個顏曉老師 要用這個小黃瓜 幫我們拌一下 是各位有機會吃到 好啦 來 第一名 美食家如何吃XO醬 簡易的豪華料理賞桌囉 那像今天這個因為 所以這是台灣人的XO醬 對 我覺得因為 滿適合我們這邊人的這個口味 所以我想今天把它拿來 其實在我家 我收到那個XO醬的話 我是會把它拿來炒麵的 而且把它拿來炒義大利麵的味道 你應該很對味吧 真的非常好 因為有海鮮海味的味道 對 我們家都用它來沾水餃 水餃也是很棒 或者是做沾麵的沾醬 就是拌麵的沾醬 也很棒 那是像這種 有的時候像譬如說 我在家裡面很零食 要出一個涼拌菜 但是我希望這個涼拌菜 跟就是 跟其他的菜有點區隔的話 我就希望它做有點味道 那這個小黃瓜我先醃過了 用鹽抓過了 對 已經用鹽抓過了 而且我已經把黃瓜裡面的水分都擠掉了 好 所以我現在這邊有一點糖醋 這裡頭已經加過糖了 是甜甜的 好 那所以我要用一點糖醋先放進來 因為只有XO醬 你們可能會覺得有點油膩 所以我們加一點點的糖醋 有道理 好 好 等一下 我先把XO醬拌進來以後 清容你先嚐一下 你看如果不夠的話 我們再加一點鹽 但是這個再加XO醬的時候 請大家不要小氣 千萬不要小氣 豪邁一點給它用 叫整桶道路法 對 謝謝 你有這一瓶多少錢啊 整桶道路法 也不貴 我們不用等三個月就吃得到 沒有關係 過年還有人會送 這就是送禮的精神 你要讓主人很捨得用 對不對 我們是大戶人家 大佛人家 開心 我看不夠 不要再下去 不要再下去 對… 聽到這種氣魄就對了 這樣就是有氣魄 我跟你講真的不要省 因為下一波送禮的馬上就來了 對 你不把它用掉 就堆著滿科滿谷 像曲老師他們家這樣 好多 2005年的還在 都還在 對 現在像做這樣的XO醬 你不然它要做多久 要一天也可以做幾個小時嗎 因為其實它過著很久 它就煮完之後它要冷藏 要讓它入味 所以它是一整道手去 炒這個好像要滿久的對不對 對 要慢慢炒 要有點耐心 好 謝謝… 謝謝 先用聞的就夠了 好啦 各位試試一下 好香喔 香噴噴 因為小黃瓜 它沒有什麼太多的味道 但是它可以增加 也脆脆的口感 就是增加那個甜度 對 然後它要比較清爽 我現在吃到這個 我突然間有一種 強烈的慾望要幹嘛 你幹嘛 要吃碗青舟好不好 真的 我媽媽 你這個醬如果來拌青舟 不得了 我覺得青舟 是一個很棒的點子耶 真的 真的 或者是其實過年的時候 因為你 就是一桌菜嘛 然後你盛一點這個 也什麼都不要加 它可以 就是提味 佐菜提味也滿好 其實可以的 當小菜吃我覺得很棒 好 所以這個各位OK了 我終於知道什麼叫台味了 很淡 很舒服 很清爽 對 它是一個比較柴的XO 對 食材 非常真的是真材實料 真材實料 好 這是第一名的XO這樣 謝謝 謝謝小姐 謝謝